BTS救国2021年开同个人IG 至今累积5400多万追踪 28日他的账号却突然消失 引发粉丝骚动 不过救国也马上开直播解释 其实只是他不想用了 所以就删了 如此单纯的原因让阿咪们也无奈笑 果然是潇洒的甜事作风啊 粉丝们也表示 比起在IG上po文 救国更喜欢直接开直播唱歌 和粉丝们分享生活 所以删掉账号虽然可惜 但能看到他开直播好像更幸福了 而这次直播中救国除了和粉丝聊天 也按照填制SOP大唱KTV 不过中途门铃却响了好几声 他查看后说 不认识的人我绝对不会开门 虽然顶着笑脸却让粉丝们担心 会不会是私生饭找上门 甚至提醒公司要注意艺人的隐私问题 不过这小插曲却在20分钟后大反转 原来爱门铃的人是救国预约的 处于机清理人员 我们忙内可能是一时太开心忘记了 也之后紧急关闭直播 下次再见咯 超搞笑的结局让粉丝们笑翻 替救国向清理人员说声抱歉啦